现在是攻读本日经文 本日经文是起自以佛所书四章一到十节 由婷威姐妹攻读 今天的经文是起自以佛所书四章一到十节 以佛所书四章一到十节 我为主被穷的劝你们 既然蒙昭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接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同有一个主王 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关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身上 即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远身 祝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这是上帝的道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的讲员 在我们当中 是可能华文部 华语部 华文崇拜的弟兄姐妹比较陌生 但是他其实在粤语堂 常常帮助我们 都是我们的讲员 好几次来帮忙我们讲道 黄甘岭牧师 是我们圣公会的牧师 但是他现在已经退休 但你不要怀疑 其实他没有比我大多少 他只是提早退休 他也曾经在上墓堂的时候 他也曾经是我的上司 他其实到了好几间教会了 圣牙哥堂 马林百列 一顺基督教会 应该还有 圣马太堂 对 也算是好几间教会 牧会的牧师 今天很感谢他 愿意来帮助我们 不但是替我们讲道 今天很特别 为什么有特别的安排呢 因为今天是华文部主日 教区的华文部主日 因为在教区以下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so call 部门 我们有华文部 有青年部 有宣教部等等 那华文部是 其实就负责 教区以下的 华文堂会 那所有联合的节目等等 都由华文部来安排 那么在这个华文部底下 就是所有的牧师 他们华文部的牧师 也会一起开会讨论 也彼此的牧养 照顾华文部的堂会 不只是圣约翰堂 是所有圣公会 属下的华文堂会 所以今天特别定 是华文部主日 那么我们就 特别要邀请一位 华文部的牧师来 就是 今天我们就请到 黄甘霖牧师 话不多说 就请他上来 跟我们分享信息 谢谢 约翰堂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到你们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信息 我要感谢主的恩典 特别我们在教区里面 有这个华文部 也有华文部主日 这个华文部 要推动华文的施工 开始的时候 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开始的时候 很有限的几个 华文部的牧师 组织起来 然后慢慢建立这个华文部 但是来到这个时代的转捩点 我们很缺乏牧师 很缺乏 因为很多人都相聚退休了 特别这几年里面 有很多牧师退休 因为年纪到了 那我本身也不是说完全提早退休 我到了点之后呢 我不想再继续 因为再继续下去 因为圣公会的牧师 跟其他教会的牧者呢 有点不一样 不只是牧养教会 还有教区的施工 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 所以我卸下 但是我还可以继续侍奉主 比较单纯的来侍奉 真的真的很单纯 因为不用有很多压力 所以我感谢主 因为我不大能够承受太多的压力 所以我就轻松一点来侍奉主 这样 OK 今天呢 我要 来 再一次 你可以转一下 那个 可以吗 可以转一下 那个 Pochetto 可以了 OK 那边没有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充满万有的神 我们先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 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 借着今天的经文和讲题 来帮助我们 无论讲的听的 都有圣灵的帮助 来造就我们 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Only You 有吗 不是周星驰版的 这首歌在1953年的时候写出来 1955年就推出来 推出来的时候是由一群黑人的乐团 合唱团来唱 那这一个小组合唱团呢 因为他们是黑人 而且这出版商呢 也是属于这个 有种族背景的 所以这首歌就没有红 一直拖到1960多年之后呢 这首歌就越来越红 越来越红 那么 但是当我在思想这首歌的时候 我无法在网上再找到 这个作者 他写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 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歌呢 都有它的背景存在 那么如果你了解它的背景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 最早期在美国的音乐 他们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 所以早期的很多歌星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 他们以前都在教会里面的 师班成员来了 所以很难得这些人 最后成为很出名的人物 但是是从教会里面走出来 所以音乐也从教会里面走出来 所以很早期很早期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如果你听我这样讲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些的 早期在50年代 直到80年代很大的演唱会里面呢 他们有一个乐器是不应该在那边的 但他们有 就是风情 教会常常见到的风情 还有那个Yamaha那种风情 就是有三个step和两个keyboard在上面 但是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它好像在指向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都把它稍微翻译出来 只有你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正确 只有你能让黑暗变成光明 只有你围堵你 可令我像你一样的激动 只有你爱 用爱来填满我的心 只有你能让我里面一切地改变 是真的 因你是我的命运 当你握住我的手 我知道你的奇妙作为 你是唯一 你是我的梦想成真 当我们读完这些歌词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好像跟主耶稣谈话这样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祂是我的唯一 祂是我的主 所以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分三个小题来思想 第一个是唯一的主 我们信仰坚持的是唯一的信仰 那么 其实这个唯一或者是读一 不是一种数目字 不是数目 我们说一张一纸 一个人 不是一个数目字 它是指一个整数 一片海洋 无法斗粮 对不对 一群天使 无法计算 这个欧女 唯一 是指向的一种 唯独的一个关系 唯独 因为我们坚信 因为我们所坚信的 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上帝 唯一的上帝的儿女 所以与众不同 被拣选 被呼召 当我们谈到教会 或者是谈到这个 fellowship 团契的时候 原文的时候 其实是指向蒙召的一群人 成为上帝的儿女 他们谈到以色列的时候 他是被蒙召的一群 上帝的子民 所以是蒙召的 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 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坚守的 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我们是独一 很special的 我们是一群 这一群 是上帝的儿女 OK 那么 唯独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 无二的神 他是独一的上帝 只有他是神 我们的上帝 我们也是成为上帝 独一无二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的圣经和我们的信仰 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的身份 因为这个独一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兼容 也不能够容纳 任何其他的信仰在其中 我们无法容纳罪物 我们无法容纳谎原 不能够接受迷信 也不能够接受无期传说 因为这些东西 都不可以在这个信仰里面 包容在里面 它必须是纯真的 就好像圣经一样 你不可以加一本 也不可以减一本 是因为它是独一 唯一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 当我们来到这样的 我们很珍惜我们拥有的 因为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很特别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 有些时候想 要跟其他人 怎么样在不同环境里面 联合起来 是相当困难 所以基督教有很强的排他性 是这个缘故 我们真正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 圣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身体只有一个 当然这个身体不是只 单单指一个人的身体 也是指整个主的身体 身体是一个 也是指教会 圣灵只有一位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 就是万人之父 所以这本圣经 这个教会 这个主 我们的信仰 它表达的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一 这个一不是 一个小小的一 而是一个很大 无法计算的一 在基督教改革的时候 就建立起了这个五个唯独 就是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唯独基督 和唯独向上帝的荣耀 我们知道 大家要吃榴莲 这个义的概念 再重新强调一下 一堆榴莲 义的概念 它是同属性的 对吧 但是还有一个价值性 义有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 包括一粒榴莲 它可能是很好的 但是也可能是坏掉的 那如果它跟那个橘子来作为对比的话 你可能会选择榴莲 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 不过新加坡人应该没有问题 你会选择榴莲 因为价值比较高 但是如果这个榴莲是坏的 就连一个橘子也不露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当我们是好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比较 但是当我们烂掉的时候 任何一个橘子 任何苹果都比我们强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 在这个世界上面 如果我们不做好来 我们就是一个臭榴莲 过期的榴莲 三饭徐的榴莲 生虫的榴莲 那么我们跟人家怎么比呢 比不来的 除非我们真正是一个好的榴莲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像今天保罗所讲的 凡事要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以和平互相的联系 竭力保持圣灵所持的合一 大家听懂吗 这个合一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表达 已经是从前面我所讲的 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一是代表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是上帝独一珍贵的儿女 基督徒 所以在内在的秉持上 我们接力保守这个合一 它广义上是表里一致 我们是榴莲 一定是好的榴莲 对吗 我们是苹果 一定是好的苹果 所以 所以我们大概了解这个意思 第二我们讲充满万有的上帝 我们常说主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耶稣住在哪里 老人家都说 住在我们心里面 没有错 就是我们心里面 但是 如果 但是很多人 有些人有些怪的现象 他说 我们祷告要大大声 怕上帝听不见 是不是需要这样呢 当然不需要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而其实真实的 这个是存在的 有时候我们是讲 是这样讲 有一个姐妹常常 很多问题 很多很多问题 她说 魔鬼攻击我 魔鬼在跟我讲话 魔鬼会试探我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你有耶稣在你心中吗 有 有 那么你怕什么 是 等一下她又来了 所以你讲不服她的 所以信 有时候变成一个理论 你知道吗 上帝与你同在 有时候我们牧者们常常讲 上帝愿主与你同在 对不对 但是你相信吗 你相信走过去 不要走这条路 好像有地拉闸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相信上帝与你同在 你只是听说上帝与你同在 你只是人家告诉你上帝与你同在 但是你没有真正相信 上帝与你同在 如果你真正相信 你还怕什么 都主与你同在 而且主无所不在 那你还怕什么 你不应该怕 你应该真正相信 主与你同在 大家不懂有没有听过量子力学这个词 这个词 有没有听过量子力学 有没有听过 可能有些人听过 在这几十年的日子里面到今天 这个物理界 物理学都是专注在这个 quantum cherry里面 就是量子力学 这个量子力学来到今天这个地步 特别是对量子的纠缠 非常稀奇 大家没听过量子纠缠 可能没有 所以我就不去讲进去这个东西先了 我先讲一讲 谁说 因为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困难理解 物理学到今天都没有答案 OK 但是它的确存在 而且 百事不严 一直 一直常识都是这样 但是又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就好像有人 你去上巴士或者是你驾车也好 你懂得这个车踏油就走了 你懂得车怎么走 因为你有考过这个license 制造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运作 特别今天的车已经走到这个电车的 电瓶车的地步 你发现很难去了解 车是怎么走 不过你知道它走就是 一样的 量子力学来到这个地步是 很多东西不知道是怎样 但是它的确就是这样 但因为的确是这样 就很多人就觉得说 找到宝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国家就注重 一方面是研究 量子力学的量子纠缠是怎么样的科学家 另外一群是 研究怎么样使用量子力学的这样子纠缠 放在实际的赚钱的行动当中的科学 包括商人 在整个东南亚 只有一个国家有这个远见 就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家投资一堆钱 进去这个研究 成立了国家公司 国家与私人建立的公司 专研究量子纠缠 力学这方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科学家会告诉你说 他们很难不相信有上帝 他们都要相信有上帝 而且上帝的确是无所不在 因为量子纠缠就是粒子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讲多一点点 但是这个东西很大了 我本身不是完全的理解 因为我不是科学家 但是我只能够告诉你 我懂 我读很多的 我只是能够看到冰山的一角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超越 圣经说的 上帝超越万有之上 贯通万有 在万有之中 他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圣经就清楚告诉我们 原来上帝是 在超越所有的一切之上 还有贯通 在所有的万有里面 他都能够同时存在 而且在万有之中 在所有的东西之中 上帝都可以存在 在空气里面 在海洋里面 在宇宙里面 在太空之上 宇宙之外 上帝都在那里 我们知道 榴莲的味道很重 你们要想象 我们一直在想象 我去马来西亚 买了三粒 四粒榴莲 放在我的车厢里面 拿回来之后 吃了之后 全部都丢干净了 车也很干净了 他是那个车 整个礼拜都有榴莲味的 为什么 你吃什么 你吃的鸡饭 没人知道 你吃的榴莲 一定有人知道 特别你越吃越多 你那衣服都有味道 骗不了人 你不可以带榴莲上巴士 MRT 为什么 因为那个味道 它不会跑的 为什么 你吹大风 它都不跑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个榴莲里面 所散发的香味 都是一种粒子 It's a particle 这个粒子本身 是有散发香味的 它一散发出来 就会沾染在 所有的东西上面 它就会继续 散发它的能量 知道它的能量 散发完了之后 它就这个粒子就没有味道了 所以是一个particle 看不见的 但是它一打开榴莲 那个particle就 到处都是 这是香味的particle 但是还有很多particle 不是香味的粒子而已 还有光的粒子 还有放射性的粒子 很多很多 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使用香水的时候 享受榴莲的时候 车子房子身上 都沾上了味道的粒子 科学家慢慢把那个粒子 总归来产生的 这个意志物理标准的模型 大概暂时是这样 所认识的 但是这个粒子可以变化 很多的变化 保罗就提出了这个道理 感谢神 祂常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得胜 并借助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 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 或灭亡人的当中 我们都有基督心香之气 奇怪 这个香气能够散发出去 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 我们就好像那个榴莲 这样打开之后 我们不是香 那个香味可能有些人闻不到 它是那个啪的歌就这样出去了 连在人的身上 你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无论你到哪里去 你的爱心 你的见证 都在影响着别人 保罗在需要的时候 有一个教会叫菲律比教会 他们不断的来支持保罗 在传福音的工作上 虽然菲律比教会也遇到很多的问题 很困难 但是保罗说 菲律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开始传福音 离开马其顿的时候 在收支的世上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和我分担 这很难得 菲律比教会真的很慷慨 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 还是支持保罗去传福音 16节说 就是我在贴萨诺利家 你们也一再 差人来供给我的需要 18节 但我已经如数收到 并且有余 于我已经充足 因为我 因我从以巴伏体受了你们的馈赠 并做极美的香气 为神所接纳 所喜悦的祭物 所以当我们坐在一个人的身上的爱的时候 坐在一个人的身上的事的时候 我们祝福别人 我们把这个香气带给别人 第三 活在主的里面 菲律比书1章23节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万有者所充满的 所以主与我们同在 主就在我们当中 主就住在我们里面 是真的 大家必须相信 这是真的 这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让我们真实的住在主的身体里面 我们是主的身体 主的教会 我们也生活在这个教会的当中 我们就像 耶稣所说的 我们是知子 连接在生命的葡萄树上 知取那源源不断的生命 主是葡萄树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我就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借什么果子来 烂的还是臭的还是好的呢 我们借出什么果子来 但是耶稣也说了另外一句话 就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我最近到了西安去 住在一个朋友所开的老人院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们很多人聚在一起 吃饭 然后也有一些的公安 什么人在这边 你知道中国人很喜欢劝酒 喝的都是那种 很高度的烈酒 那我的朋友呢 就喝多了几杯 就讲了一些话 那我就骂他 当场就不给他面子 然后隔天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我什么都做过 什么都走过 什么地方都去过 我现在停下来的时候 我感到很空虚 我说因为你没有神 你没有神 你没有连在这个葡萄树上 你是枯干的 你的生命是枯干的 他说我要去教会 对 我说你有正确的选择 所以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 枯干了 人捡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我们必须要都在主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借出真实的果子来 所以因此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皈依 独一的上帝 独一的圣经 独一的信仰 独一的救主 耶稣基督独一的葡萄树 独一的圣灵 独一的天国 独一的教会 独一上帝的子民 却无限地充满了一切 所以因此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传福音 我们做见证 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耶稣告诉我们说 祂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让我们珍惜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珍惜我们在主的里面 让我们珍惜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珍惜我们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 那个独特的圣经 还有主愿意应许了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独一上帝的圣灵 最后 现在我们了解我们所说的 唯一 唯独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不是一个一粒篮球 一粒流连 而是充满万有的神 也充满我们 让我们确实相信 这位上帝 无所不在的上帝 是与我们同在 第二 祂是充满万有的 因为无论在科学 无论在各方面我们都了解 因此我们也要学习 怎么样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去影响别人 上帝借着你 也无所不在 活在主的里面 回到主的里面 真正的接触 丰盛的过程来 荣耀上帝 愿主赐福大家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 祢借着今天的分享 来帮助我们 在一步 试得很清楚的 了解到这个 义在圣经里面的 价值和意义 也让我们在这个 同意和义的 这个团聚和教会里面 来做光做严 成为主美好的见证 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